大批警銷人員拉起水線 架起梯子 爬到二樓 因為受困在內的屋主兒子 這時還沒有受困出來 整間兩層樓透天錯都已燒得焦黑 屋子裡的家具全都面目全非 因為這裡是坐鞋的家庭工廠 因此火事燒得非常迅速 這起火災意外發生在15號下午 因為全台大停電 靠著家庭加工做鞋子的母子 只好點蠟燭來維持照明 但沒想到蠟燭突然倒下 疑似引燃一旁的鞋墊黏著劑 導致火事快速蔓延 在一樓的靈性婦人 只好自行逃離 但在二樓行動不變的兒子 卻受困在浴室中不幸身亡 下班人員全力灌救約 一個多小時才將火事撲滅 現場濃煙大到讓附近居民 眼睛睜不開 直呼太恐怖了 沒想到這場五役景的全台大停電 卻有人因此喪命 記者 彭志明李玉涵苗苗栗報導